大家好 我是裴真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呢 没有错我们要延续上一集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讨论关于情绪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实战经验了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帮助孩子处理他的情绪呢 那首先我想要先给爸爸妈妈一颗定心丸 就是情绪它是真的非常的正常的 带着孩子好好的来解读在他生活当中的事件 我相信孩子一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断不断的让他能够学会如何管理他自己的情绪 我们要陪伴孩子处理他的情绪 我们必须要更加的冷静来面对孩子的情绪 不然的话你可以想象这里已经有一颗火球了 这里再加上一颗火球 两颗火球碰撞在一起 我怕到时候可能连我们的亲子关系都会受到一些损伤 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比较冷静的态度 才能够帮助孩子 才能够帮孩子这些高昂的情绪 让他稍微降温哦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处理孩子的情绪 因为当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 我们一个人丢脸也就算了 我不想要在很多人的面前丢脸 所以如果你发现孩子有一些情绪的话 我建议爸爸妈妈先把孩子带到旁边 让他就是不要面对这些众人的眼神舆论的压力 我想孩子也会比较快的冷静下来哦 好那接下来当我们把孩子带到旁边的时候 当然孩子可能还会有很多很激动很激动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提醒孩子 没关系我们现在来讨论怎么处理 我们先用一个比较稳定的语气 比较温和的语气 让孩子先把他的高昂的情绪 先稍微稍微的降温一点点 甚至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鼓励孩子说 好我们先深呼吸一下 然后呢妈妈想要来听一下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 然后呢你可以帮助孩子去厘清 你现在是非常的生气吗 还是你现在是非常的难过呢 我们可以如果年纪越小的孩子 当然你可以提供给他一些选项 甚至是大一点的孩子的话 你可以先问孩子 你现在是生气吗 还是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 那这个呢非常重要的是 你可以帮助孩子先去思考 我现在这个情绪我是生气 还是我是难过 还是我是愤怒 还是我是委屈 因为我刚刚说的这些啊 可能外险行为都是在那边大哭大闹 所以啊可以先让爸爸妈妈 帮助孩子厘清一下 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 那通常啊这个时候 我们也会建议爸爸妈妈 让孩子知道 当他有情绪的时候 可以直接的说出他的感觉 而不是透过哭 或者是骂别人 是讨厌鬼 你这个讨厌鬼 你是坏人 你是什么的 透过这些对外的 这些攻击的字眼来表达 因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可能就破坏了 跟别人的一些关系 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而是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告诉孩子说 我们回归到 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 你是不是很生气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再引导孩子 你很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了 比方说哥哥很生气 因为弟弟拿了哥哥的玩具 所以这时候哥哥可能在大哭 所以你可以问一下哥哥 你现在是感觉到很生气吗 还是你觉得很委屈呢 还是什么样的 那当孩子可能说我现在非常的生气 那你可以帮助孩子去厘清 你现在很生气是因为 妈妈要你把玩具给弟弟玩吗 帮助孩子去思考 因为啊我们在之前 我们有提到了 孩子的情绪呢 跟他对于事件的解读 绝对有很重要的连结 所以也就是说 情绪他应该会串联着某一个事件 导致他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 我们可以帮助孩子 让他知道他的这个情绪 不是突然跑出来的而是有些事件 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帮助孩子 正确的来解读这个事件哦 所以当孩子把事件跟他的情绪 能够有一个连结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鼓励孩子说 你可以跟妈妈说 因为我要你把玩具给弟弟玩 让你觉得你很委屈 那这样子妈妈就会了解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妈妈也很难过你这么的伤心 妈妈也很担心你觉得你受到委屈 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让这整个事情 让你可以有更好的感受 也让弟弟很开心 孩子他的情绪被处理之后 他当然对于事件的解读 就会更加的正确 所以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件 当然同样的就也不会引发孩子 有这些这么多的负面的解读 让他有这些不好的情绪哦 透过这样的一个不断不断的练习啊 孩子就可以更清楚的去辨识他的情绪 也能够更快的让身边的人知道 怎么样子帮助他面对他的情绪哦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可能真的在那个当下 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因为他的情绪可能非常非常的高涨 那我想啊这个时候呢 爸爸妈妈也不用硬坚持 一定要在当下把这个情绪处理完 因为啊当我们一直跟孩子在那边坚持的时候 很有可能爸爸妈妈的情绪也会上升 那就像是我们刚刚开始说的啊 两颗火球碰在一起 哇哦可能会造成世界末日的可怕 我想啊可能就先让孩子有一小段 可以稍微冷静的时间跟冷静的空间 那等到孩子稍微冷静下来了 爸爸妈妈可以试你对孩子的认识的状况 可以自那个时候再处理 或者是可能等到我们在平常的时间 我们再来跟孩子谈谈关于情绪 今天啊关于情绪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 那也要请大家呢要订阅按赞 还有追踪我们的影片哦 那我们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的中午12点 都会更新我们的影片 那也请大家要记得追踪我们的粉丝专业哦 我们啊也有提供podcast哦 如果啊你不能够不太方便能够看影片的话 也欢迎可以订阅我们的podcast 让我用声音陪伴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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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